为了让民众更认识中药 南土县中药商业同业工会 日前在埔里众和球场办理 婉转中药生活节的活动 县长许舒华 县员黄世芳 林芳瑜 以及陈宜君 也共同来参加这场中药推广的活动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医学上面不只是中西医都要病学 那也希望呢 透过我们自己华人的不同的 比较特殊的自己的体质呢 能够调养出更好的药材来做保养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让中药材呢 让更多的乡亲朋友可以认识 县员林芳瑜表示 以前家中的长辈都认识一些中药材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 年轻人对中药也逐渐的不了解 因此希望借有活动 让年轻人更认识中药 了解中药的好处 对中药材的知识越来越缺乏 以前靠长辈就可以寻找到 一些珍贵的中药材 但是慢慢的这些东西 已经慢慢的在消失当中 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个 延续性的中药的知识传递 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中药材 对我们人体的好处 县议员陈宜君表示 这次的活动有来自全台各地的中药商 他们也将传统中药做了一些改进 并透过体验传观活动 也让参与的民众了解中药产业 因此也希望明年这样的活动 能够持续的来办理 那有来自全台湾很多地方的中药商 他们不但来卖中药 而且最特别的是 他们把中药做了一些研发 然后让它更接近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吃到了 金芡莲汤 私物汤 然后做了香包的DIY 然后药船的体验 那还有很多像龟零膏等等的 我觉得其实中药跟我们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很希望明年能够继续的办理 副一长派一圈肯定 南投县中药商业同业工会 办理这场中药推广活动 让年轻人透过展摊及闯观体验 更认识传统产业 也期待婉转中药生活节活动 能够持续来办理 帮助传统中药产业得以继续的传承 记者重为一 普立正采访不到